今年1月至9月,厦门资贸片区外贸进出口保稳体制,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的贸易持续增长,对金庄国家进出口138.7亿元,同比增长85.5%,对RCEP国家进出口443.5亿元,同比增长40.7%,跨境电商等特色业务也显示出巨大的潜力,累计进出口65.7亿元,同比增长22.8%。 在招商引资方面,今年前三季度,片区新增合同签约项目117个,总投资136.4亿元,在重点建设项目上,共完成投资4.9亿元,完成年度计划的96%。 今年以来,厦门自贸片区落实各级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举措,上线数字监管综合平台,单一窗口新推出6个场景,累计上线项目90个,连续出台支持国际贸易、跨境电商、母基金等12项政策,累计兑现各类扶持资金6.5亿元。 此外,厦门自贸片区还推动融资租赁加资产管理融合发展,试点经营性租赁收取外币租金。 本台记得报道